好 这里是阿莱Radio中广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那么现在除了有我们的广播之外 有我们的直播 大家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我们中广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我们中广流行网理财生活通的官网 同步都可以了解一下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去医院这个看诊的话 哇 变贵了 而且一多就是多好几百块钱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那现在的社区医院 有什么样蓬勃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们该怎么样来思考 看病这回事 好 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 陈亮公 陈院长 陈院长好 云芬姐好 各位听众 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荧光咖啡馆了 不过我看到你的咖啡上面写的报复 我觉得好好笑 挺好的 这今天抽到的 今天签师是报复 你每次都拿到思考啦 决定啊 你很少拿到报复 幸运报复 这第一次拿到 这一次我们去医院看诊 然后诊疗费要涨了 医院会报复吗 不会 不会啊 其实这个大家有点误解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 一般如果你去医院看门诊的时候 一般来说你 你的账单里面其实是有四笔费用 第一笔叫挂号费 挂号费 那这个挂号费就真的就是医院收走的 那第二个就是它叫做部分负担 部分负担 那这个部分负担指的是说你去大小医院就有差别 你去这个医学中心啊 根据这个诊所 这个就会不同 就随着医疗机构的层级不同 而有差异 第三个叫做药品部分负担 那意思就是说你拿的药的费用很高 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嘛 就是这个药费很高 你就会要分摊高一点 那第四个不一定有 就是自费 比如说有时候你 你有耳外买了什么东西 所以一般常见是会有这个 那好这里面这四笔费用 大概好假如我们撇开自费不谈 扣掉这个挂号费之外 中间的两笔 医院都是帮健保署代收的 收了就转出去的 其实医院并没有收到钱 我们还要花人工跟行政作业费用 去代收这笔钱 医院帮健保署代收 对因为这个收多少转多少 所以所谓的部分负担 是等于是健保署跟民众之间 一个政府的策略 希望透过那个价差 让民众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大病去大医院 小病去小医院的那个思维 那是用价差去做 那当然有没有成效 大家见仁见智 但是这个概念本质上 这些就是贷收款 那也就是因为贷收款 很多医院是不能刷卡的 对对要收现金 很多医院不能刷 为什么因为信用卡 还是有手续费 那我今天收你 看病理来我收你700块 我可能只有收100块的挂号费 是我医院的 其他600块 我是帮健保署收的 对嘛 那如果你通通这个银行 都跟我收3%的手续费 那医院不是亏大的吗 而且医疗很多本业 大家去看 医院不好赚 扣掉停车场跟美食街 哪有赚钱 对 停车场跟美食街 对耶 对 扣掉之后 其实医疗本业 像大家看长庚很赚钱 可是长庚 你真的看他的那个财务的内容 它是主要是当年的 那个台硕四保的股票 存在这个基金会里 对对对 基金会里面 所以他医疗本业是赔钱的 是 你要看他赚很多钱 那其实医疗本业本身 就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 很多医院可能赚不到 百分之三的利润 然后为了让你刷卡 我要让银行抽百分之三 那你能不能 一 我觉得你叫健保署出一下 好不好 你帮你代收 你好歹你自己付嘛 对不对 二 你可不可以叫银行不要收啊 二比一容易 我们确实 确实有些时候有跟 对对对 有些时候可以跟 现在银行还蛮体量 医院经营很辛苦 他们也知道吗 他们也很辛苦吗 跟医院比你们更辛苦吗 他们也知道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像我们医院刷卡可以 就是或者是说 像你不要讲信用卡 连悠游卡都有 都有那个 那个手续费 所以 所以其实很多医疗运所 这一些新的金融工具 不是他不做 是根本就负担不起 那个 那个插 那个手续费 而且更何况 你绝大多数收的钱 都是帮健保署代收的 对对对 那那当然后来 就对就刚刚讲 悠游卡公司啊 或是有部分的银行 跟我们协商一个 很好很好的利率 我们才能推 不然的话 医疗院所其实没有办法 去吞下这一些 这个行政成本 因为他本身很困 而且更何况这些钱 你看 你说我们代收给健保署 可是我们做的工作 折回来钱 健保署还打折给我们 对嘛 现在就是像台北市好了 台北市我们现在估计 点值可能0.75 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 直接打75折 对那打75折的 基本假设 就是说你医院 起码要赚25%吧 对对对 难啊 哪有啊 难啊 哪有 对不对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庭生产美食街 所以你不觉得 有部分的大医院 美食街也变贵了 有啊 现在哪里都变贵 但我不学医院了 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 能吃啊 是啊 就是 买咖啡会啦 哎 为什么 我想问你 为什么 那个女神 我不要讲 那就是女神 心马克马 就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她对医生 可以打折 那个是 不是说对医生 那是他们要进来 医院经营的时候 就要先跟医院 有一个合约 就是说员工 或是什么 有啊 那她就给她看一下医生 她给她打折 那比如说像我们 像荣总 就是你有荣民症 给打折 这个是她能不能进来经营的一个优惠 应该的啦 说对于说建实习的这个学生 或者是员工 福利啊 对 所以这个有 这个就会打九折吧 详细我不知道 但我每次看到大家就这样亮一下 我想说亮什么呢 有差耶 你可以从110块变成199块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 反正很多机构经营也都是这么经营啦 但是就医疗上 其实大家民众缴出去的费用 真的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医疗员工都没有收 都是帮健保署带收 所以像这一次你看到说 因为医院的层级提升之后所增加的 其实都是增加部分负担 那我增加部分负担 说实在的 就是说 我坦白讲我也不希望 因为我也去一家医院拿药嘛 这真的从3月1号开始就真的变贵了嘛 其实我也觉得我不想 我看一样的医生 我甚至还跟我医生讲说 我过年扫除啊 我发现有一些药也还没到 那你有一些部分就不要开了 你就开另外一个我没有的药给我 可是我也没比较省啊 我会多花了快200块啊 因为你的药品部分负担没有 因为你只会差在药品部分负担嘛 就是你的医院沉寂 要沉寂已经上去 你居然只是去聊天的 我没有去聊天 所以没有 所以这个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我觉得那是你的心情 目前暂时在这个阶段 你不能接受 我像以前有某一家台北市的区医院 生医学中心的时候 门诊量就掉了 因为以前的病人习惯 有去那边看感冒 就后来发现他 变贵了 变贵了就不去了 那确实一开始他觉得说 哇升级来就医的人变少了 可是时间拉长一点 通通都回来了 就是说这个又到最后 还是回到民众的心理 对民众心理到底是什么 这很像啦 有很多人都 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涨价了 是 对不对 那涨价 一涨涨得狠狠 20% 30% 甚至50%都有 但是我也听过 他们有请什么名师 去跟他们上课 就说消费者是健忘的 他刚开始会骂你 没错 只要你的东西够好 没错 你够忍耐 撑过一段时间 他们都会回来的 没错的 就像我们现在是在 你现在是在骂那个阶段 没有啊 医院我很尊重啊 医院我哪敢骂啊 我怕你给我给错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好 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台北市立 关渡医院的院长 陈亮公陈院长了 当然今天院长也很担心 就说有一些话也许也不好听 也怕得罪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了解 因为民众一般其实是不了解的 我们只看到涨价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 谈到几个问题了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然已经做了分级了 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去大医院嘛 对不对 你刚刚讲过就是说部分的一个负担 那诊所跟医院就是不一样的嘛 那我还是宁愿去大医院 我觉得大医院有名医嘛 万一我真的有什么大事 我直接就开刀 我直接就做手术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医疗体系的设计 跟民众的习惯 今天如果你是活在欧洲 或是活在美国 他先觉得条件就是 你一定要先去看一个家庭医师 然后有家庭医师帮你安排 后续的事情 那台湾大家就是从医疗体系一开始的设计 嘴巴说要这样子做 但是一开始设计就没有那么严格 那民众就会觉得说 我虽然只是 不能讲只是 我虽然是这个胆固醇 控制也稳定 吃药都很 可是我一定要看到某某某 我才放心啊 那我没有看到他 即便是同样的药 我也觉得 会不会有哪里落高 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个还是出现在民众 对自己健康或就医的 那个心理的因素 而且那个心理的因素 已经不是现在政府设定的 这个价差可以处理的 大家就是骂两句 骂政府 然后说这个很贵 可是其实叫你因此改变行为 你也不会改 你也不会改 所以你还是会去多花两百块 去拿那个 因为我就跟认识那医生 认识很久了嘛 理论上哦 如果你知道 你在国外生活的情境的话 你一开始该认识20年 应该是你家隔壁的诊所 而不是大医院的医生 对对对对 对嘛 所以其实说穿了还是 大家就医的习惯 然后台湾人就都说 这会生死人 对但是有事还是去大医院 对就是你 因为你往往 其实我们有分析过 台湾的老人 一年看大约三十次门诊 大概有一半是在大医院 一半是诊所 他也没有都没看诊所 但诊所大部分就是感冒 拉肚子这种 对对小问题 那慢性病 就是说只要是要常规拿药的慢性病 全部都在大医院 但我有一个问题 说实在的 以前我也 因为我是慢性病 你知道吗 我有高血压高血脂 还有差一个 你待会提醒我吃药 我今天再来被吃药 然后你知道吗 你记彼有一次那个罐子妥有假的 你把药名讲出来了 但是假的啊 而且我刚好就中 你知道真是神奇啊 然后你看我就是在附近的诊所 然后拿了那个诊疗单之后 去一个连锁的 好险我这次没讲出来 连锁的药局拿了药 后来吃一吃 发现是假的 那个批号有出来 还好我有留盒子 就是假的嘛 那后来我就跟我的医生讲 医生就说 那你还是回来医院拿吧 医院的药 不会是假的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其实不尽然 你如果历次看一下说 不管是假药 或者说有哪些什么成分不当 要下架的 其实偶尔会有嘛 可能是假药 你就只要注意一下说 依照什么批号公布 要下架的药品 不管是假药 还是成分有问题 其实常常医院也有 也会有啊 因为我们都有上游经销商啊 其实医院怎么可能自己有药 我一定是跟药厂禁药 那药厂有的是自己出货 有的时候还是委托经销商 当然你越大的医院 你会找的是越上游的 越这个品牌 越可以信赖的经销商 或者我是医院 我是药品部 我要把关吧 其实你怎么把关 你一定是 我不可能 我发给你药 之前我还拿进来拆啊 我们一定是 我要确保那个货源 比如说这家是 比如说我都已经跟原厂禁药 或是原厂授权的经销商禁药 所以当这个时候还出现假药 几率其实不高了 除非他们内控出问题嘛 那外面的有些药房 或是比较小的单位 有可能是 大家图一个价差 所以说可能有比较小的经销商 说我这里有一批 比较便宜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外面当然有可能这种比较小的这种经销 或是小的就是这个跑单帮的或什么样的 它比较有可能会进到其他的 那当然大医院通常进货的来源就是原厂跟大的经销 授权代理的经销商 所以理论上是比较不会有那个假的问题啦 哦是这个原因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跟大家讲一讲 当然最近就是有一些医院 它升级了嘛 对升级了 那我觉得升级之后 我们是不是 你要帮大家解释 它为什么会升等 它为什么会升级 它是名医变多了 它这个救人的这个人数变多了 跟死神拔河 把它更多人回来了 它的业绩好 它的病人乖 到底哪些因素啊 就像你要怎么样拿金钟奖 条件很多对不对 对 一样 我跟你讲哦 大家还要跟你讲个秘密哦 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哦 其实医院也是这样 就是说它成为医学中心 大概有几个条件 第一你医院的这个大小 医院大小 大部分都是500床以上的医院 大家都千床啊 第一个是大小 那大小为什么要顾大小 因为大小才有办法科别会完整 科别完整 对因为你才有可能说 因为有一些科比较少人啊 如果你的医院的规模不大 其实你可能养不起那个医生 可能只有一个人 真的不行 所以你要有一定的规模 你的科别会完整 那科别会完整 接下来就是会有其他的责任啊 就是临床研究教学 就是你这个医学中心担负的责任 除了要给一个比较好的医疗服务 因为科别完整嘛 那这些人可能有教职有做研究 对对对 带学生肩负国家医疗体系发展健全的责任 跟担负这个国家的一些使命跟责任 所以他这个医学中心 你讲的好会讲啊 你就听话嘛 不止 就是你是你真的在你的专业的部分走向一个大家同才认为比较好的方向 你是一个兼顾的教学研究跟临床 不容易啊 然后国家责任跟社区使命的 不容易啊 对所以它是一个负担 我坦白讲 这个名义已经不容易了 还要当一个好教授 是 做育英才 是 培育对不对 是 小心呵护也不让他们逃跑 是 然后还要协助这个政府如果有些公共卫生 对啊 做研究要 公共卫生的责任来的时候 你就像比如说我们很多医学 国家要推这个国际医疗啊 跟国际南向的的这个国家的医疗合作 每一个医学中心就一国一中心啊 每个每一个医学中心就分到一个国家 他要去主力的推动与那个国家的交流 所以这些责任哦 都不是单纯的医疗收入 其实反而是很多医院在经营上的成本哦 哎对耶 所以我觉得不是业绩好 也不是生 民生好耶 不是 所以大部分会去生的都都已经是他 我本来就是这个这个等级的 我这个人数 我的规模到这里 然后我也确实在做这些事情了 那愿意再多担负一点 其实医学中心责任也蛮大的 尤其是今天如果有任何状况的时候 大家第一会想到你大医院要负责多做些什么 多做些什么 所以也蛮辛苦啦 不是说单纯 当然他成为医学中心之后 而且常常配合政府的政策 你刚刚讲过了 像之前的SARS 或者是我们这次的COVID 你都要乖乖的听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台北设立官渡医院的院长 陈亮公陈院长 刚有跟大家来提过 因为我们刚也讲过了 就是说台湾当然我们也很庆幸荣总 他也得到国际的一个排名了 那在前一年前一次台大也有这个入选 那你刚刚讲过就是说 没有得到国际前面的排名 但有一些资讯资料的一个落后 那我们也提到国内最近医院深等的一些状况 我们一般我们的消费者或我们病人是不会理解的 所以透过你来跟我们讲 我们也是更理解知道医院怎么样的一个运作 原来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要做临床 要做研究 还要做教学 所以以前大家都说医生这样是胡椒盐 服务教学研究 你是胡椒盐 就是你层级越高的医院 就是胡椒盐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在美国 这个胡椒盐三个是分开的 是三份薪水 三份工作 比如你是教师 你就是主要就是教师 那你的门诊可能就一节就好了 那你是医师 那可能就不负责教学 你主要就是这个医疗 那研究几乎都是在研究室 你们在实验室 可是在台湾 因为你看我们要凭医学中心 大家又胡椒盐都要有 然后胡椒盐都要有的情况之下 又医疗的成本跟健保的支付 又没有办法让你把这个胡椒盐 拆成三份工作 所以其实我觉得医学中心 深层医学中心 其实大部分是内部的工作人员 又更血汗了一点 因为你要兼顾的事情更多 没有加薪这回事吗 每一家医院都是财务 你自己是独立经营的 那你要先问说 对我成为医学中心 健保有没有多付我钱 一点点 比如说 对因为你的医疗成本高一点 你的人空间高一点 他就只有多给你一点点 比如说你可能你抽一个学堂 你在诊所抽是50块 那可能在医学中心抽是60块 就是他会给你多一点点 但是其实占的%数很低 所以这为什么说 卫福部说多增加了几家医学中心 对于健保的影响很小 因为他的差异本来就不大 他给医院的差异不大 所以我也 当然你说成为医学中心是每一个 就像这个 大家为什么没事要去竞赛拿奖 或是大家在追求一些肯定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你觉得你做得好吗 你就是在往上 那医学中心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要继续往上去成为 这个医疗服务体系里面的最上面那一层 我们有能力做到那样子 其实那个成本跟负担是不低的 也不是说没事想要去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有点血汗的感觉 我们这一行本来就很血汗 韩国的医生算了半天 就是时薪就是很便宜的 医疗这一行算时薪都不如麦当劳 可是台韩我觉得都一样有个问题 他们以为说我为了长照 我为了以后的人员着想 那我现在应该多征召一些 可是错了 你应该好好照顾好这些 真的啊 你这些如果没有照顾好 我就离开啦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最近英国 英国有一个例子 就我们过阵的人会开一个记者会 英国比如说看到人口高领 他们也是福利国家 所以他的医疗也是国家出钱 长照也是国家出钱 对不对 他就看这样子好像不太行 因为你钱一直花 你当然要把这一群人照顾好 这个都没有错 可是你的关键是 你要从前端改变 未来的老人的样貌 对不对 你应该做这一块 就是那一块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可是你应该投资在那一段 那那一段就有很多产业可以来做 对对对 我同意啊 所以英国政府就弄了一个 国家的中心去推动 就是说我们来推前面的产业化 然后改变未来的老人 现在的我们当然要照顾他 但未来的老人不要再重复 我们现在想象的老的那个样貌了 那所以从前端试着用产业用什么去解决问题 那相对来讲也会减少后面的需求嘛 那你现在医疗体系就是 你发现说如果照古时候的想法 像以前欧洲刚开始在做长照的时候 他们就是盖很多住宿型的长照机构 然后就就应该让你进来住嘛 因为国家要照顾你 福利国家 然后照顾的很好 都照顾的很长寿 然后一住就很多年 那个床位永远就空不出来 所以知道该家第二家第三家 然后该要去发现说政府怎么付得起啊 对对对 所以就开始要转换方式了 然后到很多时候大家都在思考整个社会的平衡嘛 这个经费应该怎么做 政策应该怎么导演 所以他们现在就会觉得说 那我往前端那改变人的这个未来的轨迹 还是更有意义嘛 比起说钱不钱的事情 政府没钱撇开这个不谈 讲这个是政府应该再去另外想办法赚钱 可是终究是你用积极的角度 去改变每一个人老后的样貌 这件事情其实对每一个个人 每个国民来讲都有价值嘛 那如果一直我们把资源放在那一段 那做的人就会越来越血汗呢 因为你的服务量的需求一定就越来越大 你做到死都没有用啊 永远不够 对永远不够 永远都做不够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 汽车会要好好开一下 很多国家都有很多很挑战的问题 那那怎么解决 你如果今天去看 你如果去看欧洲国家 其实他们从医师 英国最明显 你会发现说他们从医师 护理师各个专业人员 早就是大英国协的所有人都可以来啊 印度巴基斯坦香港新加坡 他们教育完之后 他们有去认可 可以来考试嘛 那就可以在英国职业嘛 所以很多这些大英国协以前的国民 都在英国职业 即便如此 他的人也还是不太够啊 对对 那你说大家怎么可能人会够吗 现在这个时代不可能 不可能每一行都 现在不是百工都缺人吗 不太可能去满足这个议题的 所以还是要想出一个 釜底抽薪解决办法 因为通通成为医学中心 就代表通通要有一定的规模 跟医病比护病比 所有的事情一算下去 人从哪里来都是一个困难 这是政府的事情 但有企业界该努力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我一直觉得是我们病人这一端 我们不要讲消费者 我们就讲说病人这一端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盲点的 那你说我们的观念可以改 我们可以到小诊所去 可是有很多的长辈 他觉得去小诊所 他是没有安全感的 他会喜欢找他熟悉的医生 他会找大医院 他也听过啊 你不要那个 那就算有很多 我听过很多老人家 他就算搬家啰 对搬家啰 他还是千里迢迢的 以前有从南部坐高铁上来看病 都有啊 我劝退 百劝不退啊 我跟他说不用了 说你这个其实 这个很单纯 你就在那边 如果你在哪个地方 我还帮你介绍医生 那他就说 反正我现在高铁半驾 我就出来 三个月出来走 他还没有报 你也不能说这样 对不对 很难确实 就你讲的事情 我知道存在啊 确实 百劝不退 就是今天这样来劝退 你跟我说百劝不退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陈亮工程院长来聊聊 因为我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的观念很容易沟通 我会去 那个我们家附近拿药 可以吗 可以啊 那你说长辈怎么说呢 我其实我真的觉得很难很难改变 我想为什么就是这样 这件事情对我们医界来讲 这就是一个这个议题 我觉得这个议题是一个皮球 比如政府 我们理论上如果说 政府要落实分级医疗啊 你就应该你政府法规就定下来嘛 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像美国一样 或像欧洲一样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连日本都定了 日本也定了说如果你没有持转诊单 去大医院那个很贵 你甚至要全部自费 那 但是我告诉你哦 台湾有钱这么多 他可以觉得我吃东西我可以省 什么我可以省 但我看病前我不会省 那没关系 那反正你愿意这样做是这样的决定吗 还是用钱来决定 对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好法规面也不定 法规并没有强制 然后就把责任变成是医疗院所 其实为什么有些医院 像最近我刚刚讲说 这件这个这个部分负担的调长 其实很多医院要在门口贴布告 对对对 因为很多病人会骂错人 跑来骂医院 你们涨价 我们我们是代收机构 我们其实就骂错人 很多医院都觉得 那个只要每次 每次部分负担调长的时候 其实医院的那个 那个服务的同仁都压力很大 那同理 我就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说穿了 我们还是希望 不管政府用政策 用财务 大家都是想要改变民众的行为 对不对 那如果民众不愿意改变行为 就要改变另一种行为了 什么 提高健保费 就是你 对 如果你现在的行为 是倾向于用比较贵的方式 去解决医疗需求 那他就会回推回来健保费 那反正这是一个多重的困难局 因为这是一个困局 对对对 没有人肯 好没有人肯的情况之下 就就就只好这样 每次做一点 每次做一点 但我觉得给一个建议 很多年长者这样 我是真认为说 你要人一下子 明天开始改变所有的行为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 有一个比较 另外一方面的心思说 去花点时间 找一下你家附近的 地区型的医院 或是诊所 有没有跟你也合得来的医生 那我没有办法去强制要求你说 我这个看了台大某名医 某种某名医 明天通通不准看 这个我觉得都不尽人情 对啦对啦 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 是可以慢慢转换 比如像你刚刚讲 你的这个慧宴也 这个是很急症 急症紧急的问题 一不小心会喘不过气 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 我以为这是耳鼻喉咳的问题 你不知道 可是那个医生帮你诊断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给你的建议说 这是急症 你如果你有担心 就要去医院处理 但如果说你 你不去 我在这里 我可以帮你做什么 好 他充分告知 对很好医生 但你倒过来说 你怎么不说 你的这个 很稳定的慢性病理论上 在政府的体系当中 认为最应该分层下转 因为稳定的就下转 那急的当然往这个 比较有处理能力的地方去 那问题是 大家很多稳定的也不下转 自己也不愿意 就就 因为我就看这个医生习惯了 他他即便 一样嘛 我的门诊也有很多病人 来说 我今天看到你就好了 可是这种医病关系 是一种信任感 你知道吗 所以我才说 我不认为说 今天明天开始 规定大家强制如何 我觉得这个也过分 但是我真的觉得 大家可以试着 找找看家里附近 有没有其实某个医生 也有你的缘的 你也愿意这个信赖他的 也同样能够培养出那种 我看到你就好了 的那种心情 这个花点时间不见得没有 但我是认为 不管政府的政策 或是医疗体系 其实大家都希望民众好 那民众好的话 你说那民众可以选择 他最喜欢的方式 他最开心 最稳定 当然没有不好 只是这个体系 没有办法 用这种方式运作 用这种方式运作 就是我刚刚讲 他改变最终的行为 就是每个月扣健保费的 那个金额 那大家都不想的情况之下 就是某些部分 做一些调整 只是还是要尊重人性 你说明天开始就改 我觉得也很难 但是我觉得 明年开始 试着找找看附近有没有 也有你的圆的 这个医师 然后你稳定的问题 可以慢慢的下转到家里附近 所以你刚刚讲过了 只要是稳定的 慢性病的 其实可以转到 家里附近的诊所 你也不用跑这么远 那当然前提是你要能够觉得心情上是舒服的 对对对对 那不然你一直不放心叫你去你也不可能 就是第一个人要找到 然后你稳定的 那这个医疗院所不管是诊所还是地区性的医院 一定要跟上游的医院是有联系的 万一哪一天你的症状听起来不太对近了 你的胆固醇最近可能有点高了 可能需要做新导管了 那这个他要有方法帮你转到合适的医生去 那我们总不能先问他说 你有没有认识学长学弟 都会有都会有 你去看那个转诊的那个单 他都会有讲说 经转诊跟未经转诊的部分 就不一样啊 你去医学中心 未经转诊是420 但是如果你有拿转诊单去270 是啊我不知道 因为你都没有经过转诊 对因为你就没有差那一杯咖啡钱 所以我是真觉得啦 其实这一题大概全世界没有好答案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挑战 那我们国家有国家自己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回到民众的身上 我认为啦 其实我也都这样跟我的病人讲 我认为啦 你真的应该试着在家里附近找 至少找到一个两个 你临时要去 你觉得你会信任的 那至于说能不能从我这边慢慢转过去 那就你愿意我都同意 你愿意我那你不同意我也不会强迫 对啦如果你心里矮忧 对对 我觉得不舒服 对你真的真的不肯 然后要不然就是慢慢试试看嘛 其实我是真觉得说有些很稳定的病人 你就说他一年总共来看4次 然后4次就是半年抽一次血 看起来都很好 对 那那当然这种病人我很好看啦 我很好看 但是但是他他如果愿意 他跟我提说我现在到哪里去 我要找我都同意的 我都不会说啊你还是回来一下比较好 我都不会讲这种话 因为你还是因为他大部分年纪大嘛 他还是要方便 他要确保说这个就医是有有有有被确保住嘛 那他有一个他能够这个相信的医师继续做做看诊的行为 我觉得那个就很好啦 你知道之前我在台大看那个骨科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那个姐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啦 他说你这样OK了啦 如果你真不放心的话 你一年来看一次 我说好那以后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就他就说我又没有死 我们的心情会是这样啊 病人的心情是这样 可是你去想就外科的病人 他说我今天开完刀三个月骨头都愈合 就OK了嘛 就OK了 你这样每个礼拜想回来看 每个月想回来看 你是想要看谁啊 你是想要看什么 就很说外科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治愈了 对 医生不但是科学家 还要是心理学家 这一题就更难了 更难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持续跟程良工程院长来聊一聊啦 因为你之前也在我们台湾 在国际居民度很高 这个还刚得奖的北荣呆过嘛 然后你到关多医院 算是一个社区医院嘛 对 我们是个很小的医院 对 就以现在医院的量体来讲 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于 做很多住院的病人啊 对 那你胡椒盐变那个 胡椒盐里面就是 就胡变多了 对 但是 但那我 我讲的是医院啦 医院的定位 可能就绝大多数是以服务为主 可是这个服务呢 又稍微分了一下 因为地区型的医院 显然我们不会有那么多重症 我们的重症 但重症也是要往你们那边送不是吗 不会直接 通常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的重症都有分区域的啦 理论上 今天如果今天救护车 你叫这个救护车 它不是去荣种 就是去振兴 或者去淡水马街 不太会送到我们这里 它有一个急救的责任医院 但我们的重症会来自于哪 可能来自于说 长照的个案 比如我们护理之家的个案 它突然有个病情加重 可是家属或是个案 他一开始就同意说 我在这个地方住很久了 我的人生如果最后尾巴也希望在这里 就不要再把我转去一种种了 对 可惜我们还是会有遇到急症的 病情的变化 那这种 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留着急症的治疗单位 可是我们的size不会很大 可是我们花很多的精神 是在社区跟门诊 然后门诊相关的一些检查跟看诊 就是民众在一般生活当中 不需要搞到住院的这些医疗服务 我们都会去提供 那有另外更大的一块是经营社区的方向 那经营社区的方向 我们又稍微积极一点点 我们的积极是希望去改变那个社区的一些氛围跟文化 就是因为你若回到古早时代 你去想说一个村子里面的医生或诊所 常常就是那个村子里面的opinion leader 那至少现在这个时代opinion leader很多 但至少健康医疗的部分 应该还是医疗体系比较擅长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去营造这个社区 往好比说健康长寿的目标去走 那在健康的部分 我们就会去提供我们的专业到社区里面 我们在社区 我在社区 我们那个小小的地方 我们在社区有十个点 在跟民众 这个协助民众做这些相关的活动 那介入上课 那十个点当中 那六个主要是跟里长合作 那里长通常他们那边很忙 所以时间空间不多 但是我们自己自营 我们还去租房子 自营四个点 我们是全天 然后让民众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说 你这个胆污水膏你该运动 我讲完了 你听完了 你回去要做什么运动 其实你也是满头问号 等于是喂叫嘛 对 但我现在就直接开一个句 你来运动 你可以来 我们可以从门诊就转人过来运动 然后我也没有收钱 那其实他终究 医院都这么艰困了 对 但这个我把它视为是对社区民众的一个承诺吧 就是说你要去整个社区变得更健康 你就要去做点事嘛 那我们医院的经营其实是还可以 而且还有一些 我们在做一件好的事情 就会有一些善心人士会来协助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经费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有一些是医院自己经营的盈余 那同人也觉得说 我们这样子的医院去经营这个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社区也自己做了一个很完整的 实质的一个照顾的网络 那那个目的都是一样 就希望说让这个关渡那边五六万人 可以好好的住在那边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院长 他可能对于每一个医院有不同的期许 比方说你的期许是在于比较 我希望社区 长造型的 运动型的 对就是走向 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可能大家的training background不同 有的人就着重某一个病 就觉得我们社区来推动这个 我的专长是这个 我们来推这个病 所以每一家医院确实都有不同的特色 但是我自己认为说 你可能比如你今天坐在这个神经内科的门诊 或失智症专家们 你看他全部都是失智症的 你觉得失智症好多好多人 可是如果回到社区里面 全社区65岁以上 失智症的人就5% 了不起8% 所以我你如果去算说 那我这个服务的社区五万多人 就算算了不起几百个 当然他重要 可是我在部件的社区资源 我必须要想的是比较通用性的 不同年纪的人 在现在不管你有病没病预防 还是说你只是慢病的控制管理 都要能够获益的 所以你的 我的想象的切入点会比较广 跟生活相关的 对对对对 但有不同的医院确实 他们就是针对某个病 这个病是我们的特色 主打的强项 那就是每一家医院在社区当中 所发展的不同目标 那有一个好的社区医院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听你这样讲我才知道 我以为社区医院 只是一个中小型的医院 只是服务于当地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他就是个比较大的联合诊所 对 检验可以做的比较多 对就比一般的诊所多一点检验 但我这个其实是有一些 我有一个好的朋友 是一个企业家 他就跟我说过 他说他像全世界这样跑 他觉得台大荣种 这一类型的医院 其实台湾很多也很好 在国际上的水准也都够 但是他去看了很多的国家 他觉得台湾没有社区医疗 就民众如何在 我活在这个社区 因为社区就是你的生活的地点 我在这个社区 撇开说我一定要去看什么专家 那件事情不谈 但至少我的每天的生活 跟健康相关的事情 怎么好像在我的社区里面 没有一个opinion leader 来带领大家做什么 那我不见得生病啊 或者我不见得一定要去 做什么手术啊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可是希望整个社区 是有这种营造的氛围 他跟我讲说 他在国外其实 看到蛮多社区型的医院 有这种积极的角色 他觉得台湾没有 他没看到 我觉得以前我有听过 卫生所 卫生所现在就是 台北市已经没有了 你知道了 台北市叫健康服务中心 我根本都不知道 我像你也都不知道 对啊 但卫生所就是 那功能太多了 他必须要 他绝大多数是公共卫生的功能 像台北市为什么就没有什么 我30年前的时候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就去每个月要去领一堆 哎呦领的有比较好吗 对啊 就只有那个功用啊 不然什么 不只啊 人家 我不真的不知道 对人家也有防疫 人家也有很多预防保健 打预防针 有有有有有 打预防针 对这些事情 其实它是偏公共卫生 对 公共卫生 那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业务嘛 所以你说要他多做什么 他也缺这个人力 缺那个人力 所以我们当然一定是跟社区的 每一个单位都合作 我们也跟卫生所合作啊 我们也跟诊所合作啊 也跟要绝合 可是目标就是希望说 我是期望说 我们自己愿意在经营 还可以的情况之下 能够为这个社区多做一点 比较有方向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带领的那个角色 希望整个社区往哪个方向走 那不是单纯的说 就来看病来什么 那你把时间拉长一点说 当这些社区的民众 那个信赖感会因为这样培养出来 像跟他讲的 我们对诊所 是生活的一环啊 对 所以我有时候跟医院很多同事也在讲说 我们做这些投资 比如我们做这些事也没收费 对 我觉得要看长期这些医院 在社区民众心里的那个 那个民生跟信赖感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民生跟信赖感 我不相信我们的医疗服务收入会变得很差 那我相对的这个也是要去见 不然你说平常大家怎么样去跟医院之间产生信赖感 产生这个熟悉 你又不是没事跑去串门子 去交朋友的 所以你一定是从日常生活去得到 那你说台大人有种种 当然民生很好 有很多媒体的关注 大家都知道 这种当然不一样 那一般社区小型的 我们就是在经营跟社区民众的关系 让大家对这家医院自然而然的产生信任 你就会来了 我觉得你不容易 就从一个大医院 然后对不对 大医生 民医 然后就经营一个社区医院 对不对 然后从小的 然后走到利益众生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一条路 我觉得改天还要再聊聊那个心路历程 我们跟大家分享 在这边下次见了 拜拜